大家好,我是佩克登医生 希望大家以后不要再问我这个问题了 有痔疮已经不影响找男朋友 有痔疮怕男朋友看见怎么办 怎么了,有痔疮不能找男朋友吗 有痔疮很丢人吗 有句话说的好 十男九智,十女十智 那个人哪,这一辈子生活在这个地球上 直立行走的人 基本上多多少少都有可能会有点痔疮的 当然的话不会这么恐怖 但是的话,痔疮的发病率真的是很高的 有痔疮是很正常的事情 有痔疮不影响你谈恋爱的 除非你是一些什么特殊的人 去有特殊的癖好 但是我告诉你 有点痔疮是很正常的 如果他这一点都嫌弃你的话 那你趁早跟他分手了 两条腿的蛤蟆不好找 两条腿的男人那可多得失了 对不对 而且的话呢,这你还没有结婚生孩子 那么等你怀孕之后 你的痔疮毫无疑问是会加重的 甚至的话呢会变得非常的严重 人无完人嘛 菊花也没有完美的菊花 这有点点异常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而且的话呢 大部分的痔疮并不需要做手术的 只要你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饮食习惯 那么的话呢 都是可以避免做手术的 都可以保守治疗的 所以的话呢 我希望下回大家来问我的时候 不是问这个痔疮影不影响找男朋友 而是应该有些男同志来问我 这个女朋友得她痔疮应该怎么样上药 对吧 怎么样用什么痔疮膏好 怎么样作育才能帮助她把这个痔疮啊 变得小一点 怎么样帮女朋友这个涂痔疮膏 下回啊 你们问我这个问题啊 我会很乐意回答的 希望大家了解这样的知识 关注我 关注朋友圆克特医生 每天进步一点点 感谢观看